这样是不是就ok了对不对 好了之后我现在呢 这个打勾 好 那么现在这一层可不可以复制的 可以因为我现在 再把它复制一下 这样是变两层 然后呢我把这一层稍微往下拉一点点 OK吗 只要把这个颜色变白色是不是就是我要的 哈 这里 我就变成白色的 当然你说你要再画一次我也是不反对啊 只是要画着一模一样确实不容易啊 好 那因为我们现在这个 这个是不是独立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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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到它 是你可以稍微再移动一下 可以吗 你可以试情况 那或者说你的点你觉得 这边太细的你可以 用白色箭头是不是调整 个别的节点 去做调整 这样了解 因为 当然你说我要这样 用那个 笔画这样绕一个 也是可以 没有人说不行 只是说我们会 有时候我想要用组合的方式 去产生比较快 因为这样调整比较容易调整 好 那好了就是打勾 所以你如果按到百分之百的显示 它的边缘就是会很细的 边缘就是很细的 OK吗 好 试看看喔 你这边假设如果你待有做好的 这个人现在不是被挡住了吗 你只要把这个人 摆到上面去是不是就好了 因为这只是图成顺序的关系嘛 他就起在外面 OK啦 OK 那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是要做一个 把那个logo 浦里的logo 这个 抓出来 那因为这是特殊字啊 所以有准备好一张图 有准备好 在这里 在这边 所以你可以直接把它抓出来 把它放进来 这一张没有帮你准备什么路径啊 也没有什么设版的 所以说你要抓 你好不好抓 蛤 摇头 这样扑得这么清楚 只有两个颜色 其实你用哪一个都好选啊 哪一个都好选 你看 如果说其实我们还有一种选的方法是从色版来选 你看看喔 如果你从色版来选 你觉得说哪一个字 红 绿 蓝 不是红绿 不是王力宏 这个哪一个比较容易选 比较绝境黑白 有没有 你也可以从这里下手 就是说选东西有时候 不见得说一定是要 用标准的选取工具 像你看我们用钢笔工具也可以选啊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假设是针对这一块 有很清楚吧 我从这里来选会不会比较快 那如果你要选的话 我可以用这种方式用魔术棒 你看我选这个 黑色 可是 这里是有被封闭起来 我们 预设的话 魔术棒他只会选哪一种 连续的 有没有 就是一定是连在一起的 如果你把这个勾掉 这样子你再来选 有没有发现连里面都选起来 了解意思吗 魔术棒也可以这样用 就是说我整个图层都要受影响 那我就 全部选 即使颜色不连续 我还是可以选得起来 我还是可以选得起来 你看我这边选好了 回到弗里这里 有没有发现这里就选好了 可以接受吗 可以啦 那但是因为我选到是相反的 对不对 所以我要把它反转过来 这样就找到我要的 再把它做一个拷贝 你就可以拿到我们后面这边来用 贴上 有贴上吗 其实是有贴上的 只是因为字是白色的 所以你会看不到 那他到底在哪里我也不知道 在这里 对不对 好 你贴过来之后 等一下我们这边就可以把它 因为这样白边 其实 看不太清楚 所以我们可以用图层样式里面有一个东西 我们现在已经有学过阴影 有学做这个斜角浮雕 还有笔画对不对 这里刚好有一个没有学过的 叫外光晕 好像发光那种感觉 发光那种感觉 就把它点一下 那预设它的浮雕色模式 是用所谓的绿色 绿色 绿调颜色 这样子效果可能会 尤其用那么淡 比较不明显 所以你可以把它先回复成正常的 正常就它加什么颜色 就显示什么颜色 那我把它换成 比如说跟我们一样的绿色 如果你可以从这边选 也可以移到外面 有没有变滴管 颜色上直接滴 有发现它有不一样的吗 对不对 那这个范围 可以调大一点点 展开多一点点 尺寸大一点点 有没有 这样就有一个发光的效果 就有一个发光的效果 你可以做一个参考 OK吗 讲了很多 对不对 讲了很多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 等一下我再 做一次 我们现在这个好了 对不对 接下来的话就是 会打 这两个字吧 对不对 不过这里 这里这个字型 你们没有 这一个 这种字型 下面那个字型 你们没有 为什么 你有发现这种字型 看起来就像点正字一样 好像我们那个收音机那种点正字 我们目前系统里面没有这种字型 好所以你就随便找一个接近的就好了 因为 有人就是喜欢这个样子 可是像如果说你要用这种字型 有一个前提 字 就是要用小的 用大的 没有意义 用大的就比较没有意义 所以他这个字型器你会发现 他字都要设很小 才会有他要的那个效果 那上面这个字 不会打的不行 单车之旅这个 这个一定要会打吧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从这边来 那因为我刚已经有把那个 王翰宗那个字型装进去了 所以你可以发现我中文有没有比较多 所以你们 可以稍微看一下 因为那个已经有放上去了 已经有放在这边了 这里 免费字型 好那你装的时候记得就是 呃 就不要把它扣进去啦 因为系统也没有多少空间 我们那个系统资料都比较小 你在外观跟主题里面 这里就有个字型 然后就从这边 来安装 那我那个字型我已经扣到D槽下面去了 我的扣到D槽所以我从这边 找D槽 有没有 我有扣一个免费字型吗 进到这个资料夹他就会找 找到之后你可以把它全部选起来 可是多做一件动作 把这个勾掉 这样他就不会从D槽扣到C槽去 他就会自动抓你D槽的 这样你空间才会比较够 好不然像刚刚有同学 暂存区已满 你会发现你Forexial不能动 好 现在就是要来把那个样式把它加进来 那在哪里勒 找到样式的面板 在这边 样式里加 你看他原本下面就送我们很多对不对 对那昨天有同学说 给你们那个绿色那个版本 这边是英文的 所以如果你要找那个 影像效果 他就做 Image Effect Image Effect 你从这边有没有叫做载入样式 点下去 找到刚刚那个档案就OK了 找到这里 找到这里 有没有就是他 确定 载入进来 有没有看到出现在下面 OK了吗 你先找到他来 那你要用这个 你看我们之前有有用过那个 叫做 其实这个东西很多 你可以再拉大一点点 你就看到更多 对不对 那么多那怎么用 拿矩形来用就好了 OK吗 拿矩形 或者你要有圆角的 对不对 你可以用圆角矩形 好 那如果你是圆角矩形那么他会有个那个圆角的 那个角度吗 在上面这边设定 10其实是有点大 我现在用5就好了 好来画一个 我来画一个 这样子有一个 可是这样是平平的 平平的我们来点一个看看 假设你要这种 这种的按下去 你要做好了 看起来到旁边有个框 不过不用理他 因为那是 路径的框 真正是长这样 你点到别的图层就看到他 原本的样子 OK吗 可以接受了 所以如果你万一不满意 反正 你就点嘛 你要这个 就点这个 要这个就点这个 也没有简单很多 好 因为 你如果有用过MAC 像我们 音讯他是用MAC 那个他的作为系统都长这样子的 那个按钮都长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学那边的 画面还给你 所以如果你现在这个好了 那么我就用复制的 把它稍微拉过来 这样是不是有两个 对不对 那如果要偷懒的 我可不可以一次复制两个 二乘二就是吗 那是很偷懒的 所以你在 没有像那个王先生 对不对 好 那如果等你都弄得差不多了 我看一下那边 会不会超过 我超过了 好没有关系 这五个我按Shift Shift的话就点头点尾就好了 那就中间就一起选起来 我把它往这边 因为太多了 对不对 接着我要做 间距的调整 是不是一样用这个工具 上面是不是有 好间距就找这边 这样大家距离就都会一样 有啦 已经调好了 高度 高度应该还好 因为我刚刚是水平的移动而已 所以就OK了 所以剩下是不是就打字而已 没有问题 好 在这里 这样OK吗 那当然如果你人要骑过来一点 也可以 等一下 因为像这样这边是留一些空间 我这边是做比较大 其实如果可以的话 应该是稍微再过来一点 会比较好 不然 你这边会有一个留白 对不对 看 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说 好的之后 要怎么办 假设我现在已经做到这边 我们要做的动作就叫什么 切割 因为你看 其实我们在网页上 你看到这样的网页 他会不会整页就是 都是图片 整张的 不会 你网站你会发现 你存下来会像我们刚给各位看的 像这种有没有 切割成很多很多 小图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通常在网页上有一个特性 1加1 通常会小于2 这样子 也就是我整张的图片 整张图片的话 如果你一整张 出去 通常比较大 可是我如果这样切成两块 我可以针对第1张 第2张做最佳化 那这样 经过最佳化之后 其实 通常2张合起来大小会比2还 就是他原本的那个还小 整张的还小一点 那 在 输出切割之前 我们要先了解一下 请问你 你在网页上看到的 图片格式 大概有哪些 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情 PSD网页上绝对看不到 那你在 一般网页上你曾经看过哪些 图片格式 JPG 好比如说我们看这个 这个你觉得是哪一种 这个那个气象图 按锈键 内容 这个可能是JPG 为什么说他可能是JPG 如果是GIF应该会比较清楚 不是应该会比较清楚 这就是并担 就是网页更新那个人 偷懒 他应该 缩小之后 变成 GIF 而且要怎么样 锐利化 这样才会看得清楚 不然你看 整个 看不见 对吧 好 那 另外呢 你看我们这边 这个会动对不对 这个不用讲啦 因为现在大多数 比较生动的广告都是用flash 好那所以这个是flash 那这个勒 好像也是flash 那这个勒 这个是用程式的 好用程式的 所以他还是字喔 那这个你看 按右键 这个就是图了 你可以直接另存 也可以啦 都一样 有没有发现这是JPG 不过 其实这种 应该是用GIF 效果会比较好 因为如果你用JPG 你会发现他边缘都会比较模糊 就是 锐利度都不够 好锐利度不够 什么地方会有GIF的 像这个 你看按右键 有没有是GIF 对不对 那所以你也没有觉得有什么样的 按右键 定存 GIF 那你觉得 这边呢 按右键 也是GIF吗 因为你的照片都是JPG 对不对 其实 你有一个原则啦 什么原则 因为GIF 你看这个 这个 现在Yahoo 比较可爱一点 会做什么 你如果看到像一般的logo啦 或者是 像那种卡通 颜色数 请问多还是少 Logo这种颜色多还是少 少嘛 那一种的 通常都用GIF 因为GIF的颜色 只能多少 两个颜色 最少两个颜色 因为就01嘛 至少有黑白 一直到多少 256种 这是GIF的特性 所以它颜色数 256种多还是少 不多 所以你用 用来当做什么 JPG的 效果就差 比如你拿 GIF 照片转成的GIF 效果就很差 就会比较差一点 那 它还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 它可以设一个颜色的透明 一个颜色的透明 它不像photo效果是我们 那个涂层 折射片 是不是有半透明的效果 它没有办法 它只能有一个颜色的透明 好 再来还有 刚何大哥讲的 GIF可以做动画 早期 Flash不流行的时候 能够做动画就它 再来就是像这种 层次的 所以说 GIF它 比较适合什么 颜色数少一点的 还有 色块比较明显的 色块比较明显 像我们刚刚讲卡通啦 logo啦 是不是色块都很多 就比较适合 那么相反的 JPG呢 JPG比较适合什么 如果它是JPG的 它的颜色数可以多少 就是所谓的全彩 我们有没有讲过 全彩大概是多少颜色 2的8四方乘2的8四方乘2的8四方乘2的8四方 1677万色 1677万色 那所以你可以知道它 一定是 对色彩数多 一定比较有帮助嘛 第二个 它本身的一个什么压缩比较高啦 所以说 它 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什么 档案大小 的调整 好的调整 所以 这是它的优点 那我先问一下 请问渐层 颜色是多还是少 渐层 少 嗯 不错不错 有意义 但是 哈哈哈 但是我要告诉你 渐层颜色是多还是少 我们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Photoshop 即使我只有黑色到白色 渐层颜色是多还是少 你看我们的渐层颜色是在这里 我把它点一下 我 点这个 黑到白的 点一下 这样子颜色是多还是少 不确定 不确定我们来看看彩虹 彩虹颜色是多还是少 彩虹是不是全部颜色都有 今天你要变得很漂亮的话 渐层是不是要很细很细 对不对 很细就好像那个网状一样很细才会 很平顺的过去 如果你的 不是那种很细的 颜色差很多 那它就会 Voyage 好像巨石狀 颜色的回 ellen 所以你知道 这个 渐层 47K 多多 所以说 你颜色多才会平顺 渐层 渐层都会变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你有渐层了 记得要用什么 Jpg 你用gf 效果 就会变得很好 等下我会 做个demo 给你看一下 叫做ремään 这是 这两种是 网站上 比较常见的格式 那其实网路上还有一种格式 叫做它比较后来的 它叫做PNG PNG 那PNG这个格式 它有它的好处 它也是全彩的 它也是全彩的 所以你自己的照片都适合 那么它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 它可以带这个东西 这个是别人做不到的 阿发圈 我们在Photoshop有没有阿发圈 色版 对不对 色版就阿发圈 所以说如果说你要再做去背 那我要做去背 我不是只有单颜色 我可能做渐层的去背 像Photoshop那样做的话 你就要用这种的 才有办法做比较漂亮的去背 不过因为目前浏览器 对于这个阿发圈 并没有完全支援 所以会直接拿这个来用的很少 反而我们在用Flash的时候会用到它 我们在用Flash 所以我们后面上那个Flash的时候 这个就是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去背的来源 这样了解意思 这个是大致上有这三种格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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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